你好,欢迎回到民法典200奖。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民事权利能力。 你知道了,拥有民事权利能力, 一个自然人就有了在民法上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资格。 但拥有了资格可不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在现实里就能产生法律效果。 比如说,一个10岁儿童和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, 他们都去向银行贷款,很显然,儿童去贷款是不会产生法律效果的, 但成年人可以。 这是为什么呢? 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哪呢? 这就是要说到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重要概念, 迷失行为能力。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,我们先看一个案例。 13岁的小明在国际学校技术读初中, 父母经商,家境富裕。 小明注册了直播平台账户, 刻意时间观看网络直播, 高兴了就用母亲的微信和支付宝付款充值给主播打赏。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 就给好几个主播打赏了20多万元。 小明的母亲发现后, 认为小明年幼无知, 那些打赏不作数, 就多次找直播平台协商退款。 平台认为小明一直说自己是成年人, 而且打赏也是因为主播提供了唱歌、 配打游戏等服务。 打赏是小明的消费行为, 不愿意退款。 母亲无奈只好向法院起诉, 要求直播平台退还打赏的钱。 听完这个案例, 你认为小明的母亲能把打赏的钱要回来吗? 你看, 小明虽然读初中了, 也有一定的认识能力, 但毕竟只是13岁, 还是未成年人, 而且打赏的金额还是20万。 这是不是就真像他母亲说的年幼无知, 打赏不作数呢? 但直播平台的说法也有道理, 小明能独立地充值打赏, 主播们也提供了服务, 这看起来就是一个正常的消费行为。 何况小明还一直说自己是成年人, 如果要求平台对每笔消费行为都要确保是由成年人操作的, 那平台也没法正常经营了。 两边的说法好像都有道理, 小明的母亲到底能否要回打赏的钱呢? 其实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, 是去看小明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, 这决定了他的打赏是否会发生法律效果。 那什么是民事行为能力呢? 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一个人独立实施民事行为, 并且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, 取得相应法律效果的资格。 什么叫取得相应的法律效果? 就是一个人在民事活动中通过自己的行为, 让民事权力被实现了, 让民事义务被履行了, 以及让民事责任被称淡了。 比如说, 你是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, 去买玉琢,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, 你取得了对玉琢的所有权利, 这是实现了对玉琢享有权利的目的。 你给商家支付了费用, 这是在履行义务。 如果你在买的过程中, 把商家的其他玉琢碰碎了, 你还得赔偿相应的费用, 这就是在承担责任。 总之, 一个人只有拥有了民事行为能力, 才能独立地实现享有的民事权利, 以及独立地履行民事义务, 承担民事责任。 知道了什么是民事行为能力, 那按例李十三岁的小明, 到底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呢? 我们来看看民法典是如何规定的。 我国民法典把民事行为能力分成了三种, 分别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, 无民事行为能力, 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。 第一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, 通常指的是18周岁以上, 能辨认自己行为的自然人。 但有一个特殊情况, 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, 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, 也把他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 能满足这些条件, 就说明一个自然人拥有了足够的辨认行为的能力, 能认识到自己实施行为后会带来什么后果。 所以, 对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说, 他们能独立行使权利, 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。 比如说, 如果案例里的小明是个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, 那他打赏出去的钱就要不回来了。 他在平台充值, 相当于和平台签了一个能生效的合同。 那你说他能随便毁约, 在打赏之后还把钱要回来吗? 显然不能。 因为此时的小明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, 他的充值行为合法有效。 再比如, 如果小明只有16周岁, 还是个未成年人, 但本事特别大, 每个月的收入有3万元, 比父母都高。 现在他的充值打赏, 你说有法律效率吗? 这也是有效的。 小明虽然只有16周岁, 但因为每个月有3万元的收入, 并且这笔收入也足够养活自己, 此时法律就会认为他和普通成年人一样, 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, 也就可以独立地在平台充值和打赏。 第二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, 指的是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, 以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。 因为他们无法认识自己的行为和后果, 所以不能独立实施任何民事法律行为, 就算实施了也一律是无效的。 他们的民事法律行为只能由法定代理人来代理, 也就是由监护人来代替完成。 比如说,如果小明五周岁, 那他连去买一块雪糕也会产生行为无效的后果, 反之他的父母带他去, 并且由父母来买, 才不会发生这样的后果。 同样,如果小明成年了, 但是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, 比如属于植物人, 老年痴呆症患者, 精神病患者等等, 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, 或者意识不到行为的后果, 也要把他们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。 虽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都不产生法律效果, 也不用承担责任, 但如果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, 他的监护人还是要承担责任的。 第三种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, 他指的是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, 以及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。 这类人有了一定的认识能力, 所以可以独立从事部分民事活动。 也就是说,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实施和他的年龄、 智力或者精神健康状况向适应的民事行为, 或者存获利益的民事行为。 比如说, 八周岁的小明自己拿钱去买了一个三块钱的雪糕, 这样的行为就有效。 因为三块钱意味着什么? 以及买了雪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? 八周岁的小明都能够认识到, 这就是实施的行为与年龄、智力相适应。 至于如何判断是否相适应, 那就要在具体个案中认定了。 它不是我们本讲的重点, 这里就不展开了。 还比如说, 如果有人要给八周岁的小明送一套价值三百万的房子, 小明也接受了, 他的接受能生效吗? 有些同学可能会想, 这应该不能, 这可是价值三百万的房子, 又不是三块钱的雪糕, 三百万意味着什么? 小明理解不了, 这显然和小明的年龄、智力不相适应, 应该是没有效力。 但实际上这是可以的, 因为接受他人征送的房子, 对小明来说是一个存货利益的民事行为。 这个行为对小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, 对这类行为就不用再考虑小明的年龄和智力了。 但如果是有人要卖给小明三百万的房子, 小明要买, 这就无效了。 但毕竟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是有了一部分认识能力, 除了杀数两类行为之外, 其他大部分民事法律行为都得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来代理, 或者由他的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。 比如说八岁的小明想买一台手机, 一般来说这应该由父母代替他来购买。 但不同的地方在于, 如果小明征得了父母的同意, 也可以自己拿钱去买, 或者小明自己先买了事后得到了父母的认可, 这个购买也是有效的。 这就是法定代理人的事前同意和事后追认。 当然,如果小明是个成年人, 但是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, 比如说智力发育水平迟缓, 只相当于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, 那他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 到这里,我简单总结一下, 我国民法典把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成三类。 一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, 包括18周岁以上能够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, 和16周岁以上但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。 二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, 包括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, 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。 三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, 包括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, 以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。 最后我们回到开头说的案例,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, 13岁的小明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, 小明给主播打赏20余万元, 这个行为显然不是存活利益的行为, 也与其年龄致力完全不相适应。 同时她的妈妈既没有追认也没有同意, 更没有代理她来完成。 所以小明的打赏行为不发生法律效率, 她的母亲向平台追讨小明的打赏完全符合民事行为的规定。 好,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规定的民事行为能力就介绍到这里, 我来为你总结一下。 第一,一个人只有享有了民事行为能力, 才能独立地实现享有的民事权利, 以及独立地履行民事义务,承担民事责任。 第二,我国民法典把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了三类, 分别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, 无民事行为能力, 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。 所以自然人也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,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, 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 听完这一讲后, 你认为把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, 这个年龄标准是高了呢,还是低了呢?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, 我们明天再见。